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11月14日下午在海口召开发布会 宣布11个海南特有新物种 这是近几十年来 海南在物种资源探索上的重大突破 主要在什么地方发现 我们主要是在海南岛中部山基 人很难去到的地方 比如说霸王岭 尖峰岭 吊楼山 五指山 这11个海南特有新物种是 沙草科植物的尖峰台草 凹果台草 福沃台草 吊罗山台草 长柄台草 胡椒科植物的炖叶胡椒 尖峰岭胡椒 兰科植物的墨式曲纯兰 梨氏兰 昌江盆巨兰 海南药用植物的定安儿草 这些新发现 已发布在世界权威科学杂志上 被国内外学界认可 从生态学意义来讲 它丰富了我们世界的物种 这对不但是对海南 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当日会上还宣布 该院在海南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 发现中国新记录署两个 中国新记录种11个 海南新记录署12个 海南新记录种85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